大家好,欢迎收看大胆赛马频道 今天影片跟大家说明天7月5日,沙田日赛心水 喜欢影片记得点赞,订阅频道,按一下小铃铛,有新片通知你 订阅方法很简单,每条影片右下角都有订阅按钮 按一按就能订阅频道 说明天的赛事,将会采用沙田斯加三跑道 11场赛事,有8场草地,3场泥地,头场开跑时间12点半 新马赛打头阵,密切留意,深水有3场 和大家讲一讲,明天看下马都好像 不是说这么懒得上手,很多场都变了三场 深水,讲讲吧 第六场,这个300泥地,1200米 明天拆了两组,有两组300泥地,1200米 这组第六场 我推介了一只近期也非常有表现,很有益给大家 但是呢,Win就不用买了 他整天后追跑法都是铲上来跑的位置 但是呢,那段后境相当准成 无论他留到多后,或者早段跺到多后 总之,距离前面的马匹的距离呢 是多远都好,哇,他进到直路都狂追一段 真的令到大家都相当兴奋 追上来的时候,那时候 可以看看他怎么跑法 无论冬,骑惯骑熟的啦 组段都是留后啦 但是呢,他跑一下就会跟他 移定出去,找个空位 一进直路,即是拉出最外档就上了 这组呢,上次呢 跑了下雨泥地,其实还难追的 哇,但是他那股后境呢,真是不得了的 一路呢,就 不断起势追的,进到直路就 自己看着,这个橙色眼罩很有益 跑了几次啊,近期都是不断都是这样 落后,几远没所谓 最重要是要进到直路 啊,灑开大步啊,外档 哇,真是你 他的能力比跑草地啊,跑泥地啊 他疯狂不断踩上去 这里呢,距离前面呢,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去到200的时候 开始逐步逼近了 最後,越踩越劲了 开始不断追,前面的马匹力弱了 最后的几步,直到 Q都拿起来的 加州海哥都顶不住 那条Q 就让他一踢 踢下去呢,最后一百左右 哇,还有两三个马区 哇,去到最后终点线上 追到呢,直到 这次呢,对手呢,拆了组就更弱了啊 你说,强手呢,就真的不多 整个青心星上来呢,就不知道他什么想法啦 其实,早一两个星期都很多那些沙田千二都很弱组啊 那丁冠浩说,不想步啊 走上去泥地啊 博多几元啊 那真的不知道他啦 跑不跑泥地都不知道 二十七元啊 所以呢,很有益这些位置呢 啊,暂时十七元都值得大家去啊 留意着,如果你 啊,很想买少少Vin的 都可以小Vin大批啦 总之就是这样啦 好,再来第七场 四班千四米 这场 四号马天生一队啦 那,这只马其实就没可能说四班能力差成这样的 那,奈何在四班跑几次呢 那些档位呢,就都一样的啊 变了呢 就有点影响发挥啦 那,这次执帮正啦 啊,用花判档啊 给够时间去啊 准备就绪了 啊,那现在一档起步呢 希望他就能够 把握到机会 那就可以 把握到这次一档的机会啦 发挥到这些表现出来啊 始终整季都没什么说怎么拼过啊 那,去到这个阶段啦 季美时分 排着一代用搬档 希望骑下去 跑下去的时候 会有些不同的表现交出来啦 暂时这组马真是 非常之差刺 你突出的马法真的找不到啊 你上次金刚石千二跑近圆整个木雷拉 五倍啊 他又是很厉害的 所以呢 选择这些马啦 博他有些反弹出来啦 啊,那 希望斯嘉三跑到一档帮到他啦 斯嘉三有时也是这样啦 如果他贴着他 他就有金汁啦 希望他到时铲得上来啦 那,那真的是尾场 十一场啦 这个二百千二米啦 推介回二号骨仔给大家啦 上次也是这样啦 休息了一大阵呢 哇,再出以为分阵 怎么知道他一档呢 跑得这么好啊 看来也是要休息一会比较好 所以呢 五月浪费我跑完呢 一直都是等的啦 去到七月啦 整个月时间 回足气的啦 赛前也试了复杂 继续用史卓锋啦 二班跑千二米 上次他那一场呢 其实都... 前面部速都快啊 放到45秒09 他守住内南位置 入直路移出来 就... 骑下去 当然是正斗啦 这次二档起步啦 相信形势都会接近的 前面就可能很好学习啊 激赏啊 金股齐鸣啊 那些放啦 实力飞驱啊 都应该有正常的捕捉的 那你那只核运快车 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常常都这么热的啊 上次初出又是热到这样 啊... 回到这里 那你继续热啊 你的事啦 所以呢 后发这些啦 他... 这些跑法啊 龟尾时分 啊... 养精畜蕊 出来跟你拍一段的 而已 入直路啊 望空 似乎都是一下子冲下去 有机会的 你整个Pay都好分啊 暂时 虽然4.2 明天应该没有啊 20多元 都好过拼你去V 对不对 那一分钟 冲下去 斗心好 有时 鸭上鸭落 充狗赢了你 都不出奇啊 所以... 这些码就留住啦 值得大家去... 选择的 那... 三场深水 就说过了啦 希望明天大家 信信利利啊 赢马二回啦 赢马二回啦 那... 好... 好...